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言家88万家的传奇故事 他神准预言了不少世间大事 不过命运却非常凄惨 在时光故事这个完全不同的频道里 我会不定期的为大家分享一些传奇的人生故事 一些历史悬疑事件 并共同探讨一些神秘的未知空间 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和分享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4月20日下午BC省公布了2021年财政预算案 该预算案的重点是 保障省民在疫情期间的健康和生计 同时加强在公共服务 基础建设 经济复苏等方面的扶持 本财年公布的690亿的预算案中 会出现97亿的财政赤字 省府称 因需要帮助省民度过疫情严重的影响 估计未来两年赤字依然会增加 省府也将拨款32.5亿专门用于本省的复苏计划 财政厅长罗秉珍表示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中 见证了全体省民的坚韧和魄力 随着疫苗接种计划的推行 我们已经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 我们知道复苏不会立即到来 但是透过专注对省民最重要的是 我们能确保大家未来的日子将是美好的 据省府文件 2021年财政财年的预算案具体的实施项目如下 第一 保障医疗健康 省政府将提供9亿新拨款做测试 接触者追踪个人保护装备 以及推行BC省历来最大型的疫苗接种计划 为病人更快的安排手术 以及缩短影像诊断程序的等候时间 更优良的长者护理包括在长期护理设施 增聘数以千计员工以及改善家居护理 在学校提供更多精神健康支援 设立更多的Foundry健康中心 增加四倍儿童及青少年综合支援队数目 以及扩展应付滥药危机 这是BC省史上最大规模的精神健康及辟影服务投资 在社区内提供更好的医疗护理 包括新建医院 如新的宿理医院及癌症中心 以及在BC省各地设立更多紧急基层医疗中心 处理医疗护理中的系统性歧视 以及确保原住民能够获得 切合文化需要的护理 第二 支援省民和企业 12岁或以下儿童可免费使用公共交通 每年为每个家庭节省最多672 为了给家长更容易找到 可负担且优质的托儿服务 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将会增加一倍 儿童早教工作者的薪酬补贴也会加倍 同时继续新建新设施和扩充名额 透过原住民启动计划 为原住民家庭新增400个 切合文化需要的托儿名额 继续发放BC省付诸福利 向家庭及单亲家庭发放最多1000元 并向单身人士发放最多500元 首次调生长者补贴 帮助8万名低收入长者 为生活最困难的省民 提供历来最大幅度的收入补助 及残障补助调生 收入和残疾援助每月将增加175 透过一系列补助金和拨款 支持BC省省企业的长远发展 部分措施已经推出以应付紧急需要 同时帮助企业适应和增长 确保旅游业商户和社区能够度过疫情 并且准备在就绪在安全的时候 迎接访客 未来三年投资8300万新建公园 由2022年起 每年在全省各地增设最多100个新营地 第三 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在预散案中增加史上最大金额的35亿基建投资 在全省各地创造超过8万5000份工作职位 投资赚上教育及技术培训 帮助数以万计省民 在医疗护理等行业寻找工作 透过BC省省未来领袖计划 保证超过5000名年轻人 能够找到工作或实习职位 并且为3000名学生安排工作与学习机会 透过20亿发展财务安排 为中等收入家庭 新建超过9000个新住屋单位 投资1亿2000万用于支援旅游业商户和社区 帮助他们透过远足境及机场设施提升等旅游设施 为重新迎接访客做好准备 新增5亿600万投资以实行净化BC省计划 减少排放 保护社区 扩展经济 以及创造就业机会 用于改善BC省各地通讯服务的年度拨款 将转为永久措施 帮助高潜力的企业在BC省成长 因BC是一个全新武艺策略投资基金 目标是带来经济 环境以及社会回报 据数据显示 随着经济付出计划的实行 预计BC省GDP会在2021年增长4.4% 2022年增长为3.8% 并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预计从2021至2022财年度起的三年内 财政赤字会稳步减少 新冠疫情还在疯狂的加速 当全球多地被变种病毒折磨 导致第三波感染狂增之时 美国科学家又发现了第六种全新的新冠变种 德州农工大学科学家们近日又发现了一款新冠变种病毒 由于该病毒的起源于Braser Valley 因此科学家们将它称之为BVE 该款全新病种是从一名大学生的唾液样本中发现的 经过测序 科学家发现它感染的是一种全新的病种 这种变种与英国变种有些类似 但并不相同 虽然该学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感染BVE的唯一病例 但是这起全新的变种还是引起了科学家们的重视 他们将之称为第六款新冠变种病毒 并认为新的变体BVE会在18岁至24岁的青年人中 造成比典型新冠肺炎病毒更长的感染时间 全球健康研究中心首席病毒学家BEN在新闻中指出 我们目前尚不知道这种变种病毒的全部 已向国际通报 这种变体结合了快速传播 严重疾病和高抗性抗体相关的遗传标记 无疑 这又是对全球抗疫工作的一个沉重打击 病毒的每次变异都在变得更狡猾 更难狙击 英国变种传染力高出70% 致死率更高 除了欧洲外 目前也成了加拿大感染率最高的变种 南非变种 健康年轻人中发病率最高 巴西变种能导致患者反复感染 现有疫苗效果不明显 印度双变种病毒也成为近期一大爆点 印度以日增感染20万 周二更是日增高达26万 科学家将这种印度的变种称为超级变种 英国 美国 丹麦 新加坡等国都发现了印度变种如临大敌 包括新西兰 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已经宣布将来自印度的航班拉入黑名单 加拿大暂时没有宣布在本国检测出印度双变种病毒 但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数据 目前印度已是加拿大最大输入病例来源国 近期加国爆出疫情的国际航班中 有三分之一都来自印度新德里 此外 加拿大还和印度官方通过了一项名为 空中桥梁的特殊豁免政策 允许加航和印航互相飞往对方国家 每天两架航班 而就在昨天 美国更新了全球旅游警告 80%以上的国家被列入最高的第四级警示 不要前往 其中就包括加拿大 警告中写道 根据CDC的旅行建议 加拿大的新冠风险非常高 而CDC则表示 即使已完全接种该病毒疫苗的人 也依然有可能在高风险国家感染病毒 并将其传给其他人 尤其是正在传播的新冠变种 看来 加拿大变种病毒肆虐 第三波疫情泛滥 疫苗接种缓慢 竟是连美国都看不过眼了 9BC省将实施跨区跨省非必要旅游限制的决定 零省阿尔波塔省的省长康尼指 阿尚尊重BC省的计划 但不会在其省引入同类的措施 本地律师则提出 如何有效的限制乘飞机到本省游客的问题 因为机场和航线是由联邦管辖 BC省政府周一公布将实施 恶阻非必要外游的措施 民众应该留在自己所属的卫生区 不应订房订票到其他区旅游 此外 本省也打算与阿尚接壤的边境提出告示 提醒驾车进入本省人士 其出行的理由应该直属必要性 9BC省限制跨省旅游一问题 康尼指 她的理解是 不会出现两省边境完全关闭 但对阿省民众而言 不应跨省旅游是一项甚为强烈的建议 温哥华的律师Kella Lee向媒体指 BC省和阿省在跨省旅游措施上有分别 会使其居民感到混乱 她提到 限制省旅游措施并非前所未见 安省和大乡省份便实施过 而对于BC省做出竞游决定前 原来没有事先与阿省政府沟通一事 她很意外 她说 阿省居民虽然不应该 但依然可以走到BC省 而本省政府却说不欢迎 除非其出游目的是必要的 这会使那些阿省居民面对难处 民众从两个政府得到的讯息很混乱 她解释 在正常情况下BC省不能在两省边境拒绝民众入境 但由于限属紧急状态和可按紧急计划法而行 省府可引入一些即使违宪的法例 因那目的与应付紧急情况有合理的关联 如果来自省外和高传播水平的人走到本省 关闭两省边境可遏制病毒传播 该说法便属有道理 不过她也提出另一问题 如果其他省的居民经飞机进入本省 而机场和航线是由联邦政府管辖 她表示 为了阻止其他民众乘飞机飞到BC省 或者要他们落机 不能只靠在本省机场拒绝旅客 省府也应该与联邦合作 但问题在于联邦政府目前似乎没有相关计划 在机场以外设下截查站来尝试阻挠旅客的做法 当被挑战时 法庭或会查看BC省在使用最极端措施之前 其他限制旅游措施 例如沿公路 禁露营营地和海滩等地方 展出告示是否有效 并按此来决定禁止旅游措施是否有必要 加拿大通胀明显升温 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录得2.2%的升幅 主要原因是2020年3月份因疫情爆发的关系 引致当时的通胀急促冷却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 3月份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2% 较2月份录得1.1%的升幅 出现明显急升 统计局表示 3月份天然气价格按年大幅飙升35.3% 主要原因是2020年同期刚好是疫情爆发开始 令当时的天然气价格跌至4年低位 另外3月份零售汽油价格 易路得20%按年升幅 原因与天然气价格的表现一样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